据北京消息透露 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古俊山 舍贪污受贿大案即将开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 军中将会有新一波的所谓反贪腐行动 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以及军委前高层将是主要的清算目标 有评论认为 军队腐败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 为了权力和利益是不会停止的 而所谓的反腐畅联 只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障眼法而已 香港明报9月2号报道 随着古俊山贪污受贿案即将开审 报道透露 2012年2月由于古俊山在军中后台强硬 而且其贪腐案涉及前任军委领导 一年来军方查处遇到阻力 因此一直比较低调 尤其是在直接推动彻查古俊山案的 总后政委流言未能进入军委之后 更有人希望草草了结此案 刘源曾说过查处古俊山的阻力不小 这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 明报表示 在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下 古俊山案才得以 弗俊山的腐败贪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八年内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 升得那么快 根本原因在于江泽民当年治军的主外问题 因为江泽民没有什么根底 他想在军队里面建立自己的关系网 他就是通过腐败去提升了一些所谓 谷俊山于去年2月被拔掉总后勤部副部长职务后 事隔一年半 大陆媒体首次就谷俊山案对外披露 他的官运亨通和善于搞钱有关 日前 大陆媒体一读 以落马中将谷俊山升迁之快匪夷所思为题 着重报道了谷俊山从校官变为中将 八年时间升了五级的传奇经历 在博案之后 大陆媒体对江派军中亲信的晋升速度 用匪夷所思来形容相当引人关注 一读表示 对于涉嫌范义权谋斯滥用职权 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的谷俊山 迅速升迁与他搞钱的能力有关 你看他表面上说他是因为会搞钱 其实他暗含着意思搞钱怎么搞到的 搞钱之后他又给了谁 这就是说他牵扯他们腐败这个问题 就是深层的 谷俊山于2000年前后进入总后勤部 担任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 2007年6月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 全军防改办公室主任等职 2009年12月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2003年7月升少将 2011年晋升中将 短短8年谷俊山从办公室主任月升为中将 据了解总后勤部是军中管钱管务负责采购的部门 一直是中共军内实权单位和油水最丰厚的部门 谷俊山在担任基建营房部部长时 主管各级军官士兵的营房建设和维修 每年人民币数十亿元的经费都有他管理 在网络上被广传的一张名为将军府的照片 就是谷俊山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繁华地段 为自己建造的官邸 耗资上亿元 占地二十余亩 内有三座别墅群极度奢侈 谷俊山家中被查出 藏有上千箱的茅台和不计其数的名表 首诗、字画以及大笔现金和黄金 明报披露三中全会前后 中共军中将会有新一波反贪腐行动 包括徐才厚在内的军委前高层将是主要针对目标 而徐才厚是由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